那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 你和陆家学之前的事情 三哥 我和陆家学已是末路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而分心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读书 好好去可考 三哥 立志许 你才不破 怕错过 怕犯错 怕海棠看了幽默 原来爱约在一日不敢说 怪我自己为什么没能早一点跟你冲锁 为什么没能保护好你 但无论怎么样 我们还是冲锁了 三哥 我先先回去了 海山先回过 心一念如风 数学可照落 好 姑娘 方才我看到三公子突然抱住你 他就是对我太过担心了 三公子这位兄长可真是没得说 连嫁妆都替姑娘准备好了 对啊 那是我三哥 当然对我好了 这人太不狠毒了 明知道我碰狗一把草灰一样 还用这个试探我 我刚刚差点都没忍住 痒死了 姑娘 快把药喝了吧 现在她对我疑心更重了 以后我们更得防止点她 姑娘 三公子来了 快让她走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呢 听说你突然从英国公府回来 挡住脸干什么 我脸上起疹子了 我就先回来了 你不在屋里好好读书 你跑我这儿来做什么 怎么突然起疹子了 烧安 烧安去拿药 没事 不用了 秦渠刚刚给我开过药了 我吃完就好了 快去啊 还痒吗 傻笑什么呀 三哥还是你对我好 以后啊 也还是得多注意 让他们把这个药膏 随时带在身上 许致 把我给三哥的新衣裳拿过来 三哥 我给你做了几身新衣裳 你回到考试的时候 正好一并带过去 我是去考试的 我带什么新衣服啊 那我考不好的话 能不能赖这个衣服呀 图个好彩头 穿着衣服 就好像我看着你 这样你就能考好了 你这个蘑菇秀得还真不错啊 这是一新衣 算了算了 你若嫌弃就别要了 看出来了 送给别人的东西 怎么还有要回去的道理 等我走了 好好在府里面待着 不许乱跑 知道吗 你去考你的试吧 还管我那么多 大家快来看哪 罗府大喜 罗甚远高中省员 罗府大喜 罗甚远高中省员 在下奉上书之命 里面请 里面请 送金花帖子 恭贺罗甚远高中省员 天哪 你还真是要连仲三元啊 一会儿我就去禀告老夫人 再给你办一场省元宴 半戒元宴已经够张扬了 省元还是算了吧 连仲两元这是多高的荣誉啊 怎么能算了呢 连仲两元这本朝大有人在啊 你接连半夜 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我夸张吗 也不知道是谁 在堂上看着这金花帖子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那个 你想办就办吧 我听你的 行了吧 好 母亲 父亲说得对 宴席就免了吧 电视在即 我也要准备课宴 儿子说得对 等你中了状元 我们再给你办一场更大的 深远说什么都是儿子你说得对 就我说什么 你都从我唱满调是吧 是是是 老爷就喜欢试试让你顺心的人 可惜我不会啊 行了 那吃饭吧 什么 吃饭吧 吃饭 你要在这儿吃饭 我不能在这儿吃饭 不是 就是 你最近来的太勤快了 我有点不适应 依宁 慎远 你们也留下来一起吃吧 我让小厨房多做几个小菜 咱们给慎远提前庆祝一下 好 三哥 你参加电视的行李 收拾得怎么样了 有没有什么缺少 不缺 上次给我准备的还没有用完呢 接下来可是电视了 你千万不要有压力 虽然我知道 你一定会重状元的 书本一懂 底心难测 这个帮我翻过去 侧轮再好 也得看怎么才能入得了官家的心 孙先生是帝师 在这方面应该是最有了解 而且你已经是省员了 还是他历见的 入室之后 职位应该是不低的 不够 那就徐徐徒之 以我三哥的包袱 定能平步青云 完成心中所想 公子 这件衣服我先替您收起来了 好 你别动 这衣服不是我送的吗 你果然没穿 你怎么都不穿啊 你就是嫌弃 公子这可不是嫌弃 他是不舍得穿 他恨不得 双手捧起这个衣服供着 这衣服做了 就是为了穿的 你现在就给我穿上 电视的时候再穿吧 不行 现在就穿